受到东北风影响 过去一整周北台湾的民众 每天都得忍受湿湿冷冷的天气 和中南部地区每天晴朗舒适 简直是天差地远 但这样的状况还没完 北部地区的民众要等天气放晴 恐怕还得再忍几天 根据中央气象局预估 未来一周仍然持续受到东北风影响 尤其机密两天水气略多 大台北地区 基隆北海岸 以及东北部地区整天都有雨 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豪雨特报 提醒宜兰地区可能有局部大雨或豪雨 尤其连日豪雨 可能造成山区摊坊落实危害 低洼地区也要盛防淹水 提醒民众要特别留意 其他地区则维持多云稻晴 至于气温方面 北台湾依旧偏湿凉 低温仅22到23度 高温约24到28度 民众出门最好待见薄外套保暖 而中南部及花东地区 白天高温仍有28到32度 日夜温差稍大 气象局预估 周二至周六水气会稍微减少 北台湾天气渴望稍微好转一些 谨慎基隆北海岸 及东北部地区仍有短暂雨 桃园以北地区及台东 也有局部零星短暂雨 其他地区为多云稻晴 不过要留意的是 目前在菲律宾东方的低起压 预估周三进入南海后 不排除进一步发展成轻度台风 届时可能与东北风产生共犯效应 即便台风没有直接影响 但北台湾天气可能再有变化 不过目前变数人多 气象局正密切观察中 也请民众留意最新天气预报 我们下期见看